老霍哥来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纸淘老霍的老霍哥 俗话说得好 入对圈子跟对人 今天到了周三了 老霍哥给大家会上三件藏品 对三件藏品 都是值得大家入手 收藏学习的好东西 那么我们就一一来看 我们首先看这个人物的瓶子 这个是一个观音瓶 我们看它的瓶型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观音瓶 然后它所用的手法就是一个繁红描金 它通体用了繁红彩 然后在繁红彩上会有描金 显得我们这件器物的富丽堂皇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题材 我们看正中间 正中间的是它的主文饰 主文饰画有一个麻菇 手里面捧着一个仙桃 我们又管这个叫什么 叫做麻菇仙兽题材 然后在麻菇的旁边会有一个仙翁 仙翁的旁边跟着一个梅花鹿 那么这个题材就是一个群仙祝寿 也就是说给亡母祝寿的这么一个题材 这个小孩手里拿了一个保护鹿 保护鹿手里会出来两个蝙蝠 也叫俘鹿之意 这个小孩的肩上是扛着一个大大的兽头 整个题材就是给亡母祝寿的这么一个题材 寓意题材是非常好 非常的吉祥 然后我们看后面还有一首诗句 这首诗句写的是 脸杖先翁义太疏 然后都因劝酒有麻菇 这个字应该是脸吧 意思就是这个先翁有点喝多了 脸上有点变颜色 都是因为麻菇劝酒造成的 然后这会写的是宁作 那么我们这个题材是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题材 那么它上面的文士也比较繁复 包括我们下面的文士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底 底下会有一个款 我们看这个款写的是乾隆年制 这个款是一个金字款 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个金字款 特别流行在我们建国前后 也就是说五六七的时期 是我们景泽镇金工细作 非常好的产品 它才会用这种金字款 大家也可以去上网去查一下 包括我们这个胎底 大家看了 胎底已经很干老了 非常接近民国时期 但是跟民国时期还有一些差距 那么我们通过它这个金彩 繁红彩绘画的图案 以及我们底下这个款式 我们就定个时代 它就是一个五六七时期的 一个我们所说的五六七时期的 一个观音瓶 那么这个瓶子的瓶的高度 是25.6厘米 个体也不算小了 是属于一个全美品的 没有任何的磕瓶冲线 小一咬都没有 东西是一个非常开门大佬的东西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在这里老黄哥也给大家 一个超低的一个救援价格 喜欢的话 咱们就1180块 那么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那么我们一个五六七时期人物的 而且带金字款 这种金字款是非常少见的 而且都是属于高等座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今天的第二件仓品是非常好的 值得入手收藏的一件好东西 因为我们有的仓友 特别喜欢这种茶壶 那么难得今天有一把 寓意比较好 造型比较优美 品相又值得收藏的这么一把 好的茶壶 我们首先看茶壶的造型 茶壶的造型是比较优美的 上部比较小 下部比较宽 然后在我们的腰部会有一个收腰 明显的能看出有一个弧度 然后在底部 我们看一下收的比较快速 所以说我们这种造型的茶壶 一般的流行在我们清晚民国时期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材料 材料 它也是使用了繁红彩、墨彩 然后苗金、金彩 一共是使用了这种三种颜色的材料 所以说给我们的感觉又显得比较富丽堂皇 大家都知道墨彩的东西也是比较珍贵的 特别是伴有繁红彩跟苗金 就是显得我们这件器具比较高大上了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时期的 我们给大家翻过来 来看它的款式跟底部 那么我们看底下会有一个款式 写的是同质、年质 四字的繁红印章款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胎底 胎底也是十分的干老 我们看一下胎油结合处 也会有这种黄的或是红出现 那么修胎修作方式 跟我们的款式 我们就可以确定 它的时代应该就是晚清英国时期 那么我们上线的是晚清 下线的是民国早期 这个毋庸置疑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瓷器的右面的右光 右光是分离场的滋润的 我们看这柚子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清兰民国时期的这么一件器物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所绘画的题材 题材是会有什么 会有我们梅花还有喜鹊 然后这会挂有一个喜字 那么寓意就是什么双喜临门 这个是一个动物的喜鹊 这个是一个鸟 这个是一个字 双喜临门的意思 寓意非常的吉祥 同样的 我们在它的背面也是会有同样的题材 这个寓意非常的好 就是双喜临门 喜上眉梢之意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盖子 盖子也是圆配盖 我们看盖子上的右光 也是十分的滋润 然后我们再翻过来 来看它的里面露台处 里面的露台处也是非常开门大佬 诺诺黄黄的 这个一看就是非常典型的圆配盖 然后盖子上也同样的会有人物 然后这会有燕群 盖子画的非常的细 这个是一个人物泛舟 或者是我们说一个渔翁 划着一个小舟 就整个的气氛 美感十足 配上我们这么美的盖子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 入手收藏的一件好东西 那么我们这件气氛 它的尺寸的长度是16厘米 高度是8.5厘米 那么我们这个小壶 是非常美的 这么一把小茶壶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里布 里面也是十分的盈润 非常的干净 那么我们这件气氛 它的品相就是接近了全美品 没有后天形成的任何的壳皮 出现小饵 我们就是最难保存的口部 保存的都非常的完好 只有我们先天的摇里 带的一些小摇印 或者是小所有点 给大家看一下 展示一下这些小所有点 这个是必不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因为这是所说的娘胎里带的 这个小所有 或者是没挂上有的 这一点点小问题 那么我们这么一个非常美的 接近了全美品的 这么一把洗上眉梢 刷洗眉门的小茶壶 那么给大家一个比较合理的 超级的市场价格 喜欢的话就联系网哥 像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 也是不可多折的 这么一件好的东西 那么也会随这把茶壶 赠送大家一个远景盒 那么大家无论是自己收藏 还是愧赠的青春好友 都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 这么一件器物 最后一件藏品是十分值得 大家收藏的一件好器物 看它主要的题材 是一个花卉的题材 但是上面花卉的 花卉比较多一些 比较反腐 那么这种题材 我们大家仔细辨认一下 仔细看一下 它就是属于一个 十二花神的这么一个题材 那么十二花神代表 十二个月份 每一个月会有一朵花来代表 所以说我们管这叫做十二花神 那么我们先介绍几个 一月就是梅花 二月是杏花 一月梅花 二月梅花 三月是桃花 然后下面又有重叠的花卉 包括四周都会有这种花卉 然后一共是代表十二个月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背面 背面是会有三只蝙蝠 我们看三个蝙蝠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底部会有一个江崖 还说我们看它的气型 它的外观就是一个小供盘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过去的古人 他一般的祭祀百供所用的 所以说它的品级等级比较高一些 供盘它比我们一般的盘子 品级等级要高的多 它是属于这种小供器 那么我们这个器物它的时代 是什么时代的 我们一般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般是花口 口边会有这种酱油描金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底部 胎质 胎质是十分的干老 而且非常的怒 而且非常的怒 我们看这种器物 它的一般的时代 它就是道光时期的 我们可以通过它的材料 材料发色非常和谐 淡雅 这个就是我们道光时期的 这种粉彩的发色 所以说我们这件器物 它就是上线的是道光 这个老郭哥只给大家保了老的晚清 但是你去鉴定90% 这种东西都是定为道光的 因为道光的彩 它跟我们晚清时期 民国时期的材料还略如同 它的彩 就是一个是比较带雅 搭配起来是比较舒服 路沿比较舒服 然后它也花口 口边的描金 这种特色 这也是道光时期的 非常典型道光时期的 那么我们这件器物 它的口径是11厘米 高度是7厘米 那么我们这个小供盘 它的品价是全美品 没有任何的磕碰冲线 非值小一咬 短信的绝对 是一个非常值得收藏的 一件好东西 那么我们十二花神的东西 从康熙时期就有了 一直延续到晚清 十二花神的东西 就是我们市面流传下来的 就是能到我们藏油手中的 是少之又少 特别是我们这件器物 绘画的有比较细致 而且有品项的又非常完美 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收藏的 一件好东西 特别是我们背面 会有三只蝙蝠 大家可以去看 可以去找资料 我们十二花神的东西 那么这件就是有一点反宽的一种气势 但是跟我们的官邀 还有一点点的小差距 所以说这件器物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收藏的 可以堪称是一个民法官的 这么一件小器物小东西 那么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误 这个也会给大家一个超低的极元价格 绝对是值得大家收藏的一件好东西 那么今天的视频 老虎哥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喜欢老虎哥的视频 放在视频的左下方 帮老虎哥长一三小中 点一个超级的推荐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大家去点一下关注 这样以后找老虎哥的视频好找 老虎哥也是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超宝的也就找老虎哥 13931817666